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來韓國的目的 就是韓國語學堂來韓國念韓文 應該有蠻多朋友想知道的 因為我一來韓國就有非常多的資訊來問我說 申請哪一間學校啊 為什麼怎麼決定的啊 以及簽證怎麼申請 那今天這一支影片就一次解答給大家 那如果你對韓國語學堂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呢 我就要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記得呢我在來念韓國學堂之前 決定之前呢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到底要學哪一間學校 那時候呢我真的是困擾很久 然後問了非常非常多人 但是因為每個人 他可能頂多就讀兩間語學堂 他也不太可能就是讀非常非常多間嘛 所以呢問起來的答案就是很難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比較值 頂多就是跟你講說 這間學校呢可能就是比較注重口說啊 這間學校比較注重單字啊 這間學校注重協作啊等等等等 但是你會覺得他講的好像 欸他有沒有去過其他學校 他怎麼知道那個口說的差異度 而且遇到的老師不同 可能也會有所差異嘛 所以呢這我真的困擾非常非常久 於是乎呢我那時候就覺得不行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我就把東西分得很細 我就覺得這樣比較 我覺得才比較出了一個結果嘛 所以呢我後來就決定分成 學費地點私之以及未來升學 還有特色這五點供大家參考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去劃分的 首先學費呢我覺得就是最最最最最直觀的 就是畢竟來遊學嘛 真的是不小的花費 你除了學費以外 你還有生活費 這邊的生活費 房租什麼都比台灣高 所以你學費又再往上拉的話 真的就是有點微貴了 真的所以會有點壓力 那第二個就是地點 因為有些學校的地點呢 可能就是比較遠一點點 譬如說像首爾大好了 就真的真的比較遠一點 然後譬如說像是一些中央大 也不是說比較遠 應該說那邊可能相較沒有那麼都市 沒有那麼熱鬧 沒有就是來遊學的感覺 但像是西江大學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嘛 因為呢那就是在新村附近 非常非常熱鬧的地方 那如果你在那邊念大學的話 你就同時可以感受到韓國的熱鬧 邊玩然後邊上課的感覺 是非常有的 所以呢我覺得地點其實也蠻重要的 如果是像一些比較不在市區的學校 其實你通勤上面 或是你造訪啊 一些資訊呢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或是你可能辦一些 辦銀行啊 辦電話卡啊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程度上的困難 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是比較不是那麼都市的話 你的資源可能就相較少一點點 所以呢我自己建議 如果你是很care地點的人呢 也是可以把地點考慮進去 再來一個我個人覺得失資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我看網上寫很多評價嘛 我後來一個結論就是覺得 很多學校是會 一個禮拜可能不太一樣的老師上課 可能三個啊 或兩個這樣子 那如果這種學校 我覺得至少 不會三個都踩雷吧 所以呢我就覺得 那如果去找到一些 有在換老師的學校的話 就會相較來說 比較危險係數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真的有聽說 有些學校的老師 只是真的就是 只是課本這樣念過去而已 然後也沒有讓大家發言 也沒有讓大家討論 那這樣學習上 可能講漢文的時間就會變少 我覺得如果在課堂上 連講漢文的時間 都沒有那麼多的話 你平常在路上更難講到漢文 所以呢我後來就覺得 大部分的學校好像都是有 兩三個老師在輪體 如果有沒有在輪體的話 可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們 我自己是聽說什麼 西漿好像也有 然後呢 首爾斯蒂達也有 我自己念的首爾斯蒂達是有啦 那其他學校有點不太確定 因為有些資訊都是一兩年前了 如果有正在就讀韓國語學堂的話 你在下面補充我 我沒講到的資訊都可以喔 那第四點呢 就是未來就學 未來就學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很多人因為 譬如說他之後想念高麗大 他就去念高麗大語學堂 其實好像是會有點小加分的 據一些有經驗的學長姐來說 是會加分的 然後你不用另外再考韓檢 因為通常呢 如果像我是念首爾斯蒂達 當我想念嚴世 想念高麗 想念宏大 我可能就要另外去考過韓檢之後呢 才去做申請 有些學校是會認說 你語學堂念到五級的話呢 就是等同於那個韓檢的程度啦 所以呢 如果不想額外考韓檢 或是提前想熟悉學校的話呢 我覺得 這個也是可以在考慮範圍內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升學目的的話 我覺得呢 這是非常可以考慮進去的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一些個人特色啦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譬如說某些學校 可能注重寫作 某些學校呢 注重口說 那這部分呢 就看各位如何去取捨啦 所以呢 這就是我後來會選擇 收爾市立大的原因 因為它是學費 裡面是最最最便宜的一間 再加上它的地點 也蠻方便的 在回擊這邊 然後這附近呢 就有三間大學 機能也非常非常OK 就製成一區啦 就是我搭個兩站就有Costco 哈哈哈 然後搭個一站就是有 現代百貨 可能聽起來沒有像 宏大那麼厲害 但是我覺得這邊呢 至少是一個 也是很完整的一個生活圈 所以呢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好的 那再來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初是怎麼在台灣 申請韓國語學堂的 首先第一個 決定好學校之後呢 就要去看那個資訊嘛 要準備什麼什麼資料 這時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呢 它上面會有 各國招生的檔案 然後我為了要確定 我其實把每一國的都下了下來 需要知道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點小複雜 而且有些學校就死不更新 譬如說它上面就寫2021 但我是2022 我就覺得很緊張 因為他們可能懶惰或什麼 他們就沒有更新那個招生檢章 可能覺得一樣 那這時候呢 我就是偷偷就是想說 詢問一下 Quitry 我覺得他們整理的也蠻好 其實大家在Google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Quitry 把語學堂整理的 非常好 上面有很多比較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然後上面的資訊 我覺得都有在更新 譬如說我剛剛不是看到 學校網站是2021嗎 但是Quitry上面是2022 所以呢 我就覺得他們至少很用心 在更新方面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偷偷參考一下 他們資料 然後也直接問他們了 就問他們說 那這次2022跟2021 需要的答案各有什麼不同 那我一開始就是傻傻的 沒有去問清楚 所以呢 我多準備了非常多份 因為有些還需要一些 像是什麼 成績單啊 然後我那時候也都全部一起升級下來 因為我那時候很急很趕 我是馬上決定就要去了嘛 所以我直接看那個招生檢章 就馬上去準備一系列的東西 結果後來發現 根本用不到 然後呢 後來白白公正了 花了非常多錢 我應該早就去問那個 我有寄信給那個 余學堂的那個老師 大家就回覆的比較慢 我真的很行動派 反正我當下隔天 我就馬上下台中 去申請我的那個 畢業證書 然後呢 就殊不知就是 白白浪費了錢 對 所以大家在申請之前呢 我覺得可以去問 如果說網站上沒更新的話 你們就去問Quitry 他們人蠻好的 都有回答這樣子 申請完那個畢業證書 然後公證完之後呢 就非常非常簡單 那個是最複雜的一個部分 公證的部分呢 另外大家再去查一下功課 因為蠻複雜的 公證完了之後呢 就是寫你的計畫書 計畫書寫完之後呢 就是像是 存款證明跟那個 護照銀本 其實就結束了 非常非常簡單 說的事例大就是 比較簡單 最難的就是公證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把這些資料 通通寄到學校的辦事書 就完成啦 其實說簡單 也算簡單 說難也有點難 因為假如說你可能 有些東西漏跡啊 或是有些東西 可能沒看清楚啊 就是會被推薦什麼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時間 真的偏感 壓得很緊 所以我很害怕 我想要一次成功 所以於是乎 我後面的時間 因為前面不是有去問Quitry嗎 我就覺得他們 更新的很快 然後恢復的很快 然後他們上面就是有 雨學堂的代辦服務 所以呢 我就去找他們申請了 他們就會幫你看 資料有沒有正確啊 有沒有都有附上啊 然後再幫你一起送件 送到學校那邊 覺得非常非常讚 而且呢 有些人應該會需要一個服務 是他們是幫你代會 學費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非常讚的 一個部分 因為 像我自己是有韓國戶頭嘛 所以呢 那個服務我可用可不用 可是 如果沒有朋友 或是自己想來的話 這一點真的很困難 而且因為國際匯款 就是很容易 那個匯率是非常之爛 譬如說我那時候好像可以 有到4142的匯率 可是如果是 38的話 哇差很多耶 直接算給大家看 我剛剛算完了 直接如果是300萬韓幣的話 如果 匯率是38跟41就差了5000多塊 太多了吧 你這樣來回又5000塊又沒了 我覺得不需要浪費這個錢啦 就是 他們是可以幫你代會的 然後匯率是比銀行的國際匯款還要好的 我覺得這個服務給那個 就是第一次來的人真的是非常讚 生前的好方法 然後 因為呢 我自己在拍影片的時候 原本想說 可以給你們看那個 Creature的系統 但我發現他們好像更新了 就他們現在是新的系統 我以前那種是 你要一個一個寄給他 你要直接自己整理好 然後寄給他 但他們現在好像 直接是可以上傳的耶 就是很醫化啦 有點像填一個錶單的感覺 然後 他就會幫你檢查 然後就直接幫你申辦 我覺得好聰明喔 怎麼可以這麼這麼聰明呢 他還可以直接用 信用卡跟LinePay付錢耶 到底要多醫化啦 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這種東西 但如果可以用信用卡的話 其實好像金錢壓力就會少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繳學費 是不能用信用卡的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直接匯款到學校的戶頭 但是因為他們如果有這個 可以用信用卡的部分 就是好像不錯耶 至少那個壓力不會那麼大嘛 你可能當下沒有那麼多現金的 你可以選擇用信用卡的方式去交易 總之他們新系統呢 我自己這樣使用上 是比之前的醫化非常多 因為之前都要一直思緒那個小編 但是呢 現在就不用 然後你該這樣結一結就結一結 然後有任何不懂的話 直接問他們 他們真的回復蠻快的 而且資訊也都有更新在上面 然後呢 不只首爾施里達 上面有非常多其他間的學校 知名的首爾的語學堂 好像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我覺得 我蠻放心他們 是因為他們的回復真的很快 然後呢 蠻用心的 所以 大家如果遇到任何問題 你如果在申請上面有任何問題 也是直接問他們就OK 就 可以不用問我 因為我也只知道 首爾的勢力大 他們上面有很多大學 就問他們就好啦 可以給別人 那如果大家呢 就是對Criture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資訊也放在資訊欄 我覺得 代辦這種東西呢 就是省事省力啦 假如說你自己是比較忙一點的話 我覺得找代辦是完全很OK 那如果 是比較不忙的話呢 我覺得也可以自己辦 因為自己辦起來其實 說複雜也不會到超級無敵複雜啦 就是比較浪費時間而已 所以呢 兩邊都有各有各的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怎麼申請韓國 說我去立大語學堂 然後 如何選擇啊 需要的資料有什麼啊 等等的 提示提供給大家 然後我個人覺得 語學堂是一個蠻適合 如果想要來韓國生活 體驗看看的人 蠻適合的一個選擇 其實蠻多人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一直很想來韓國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我自己的感受啦 就是比較安逸 很熟悉的地方 很棒的地方 然後 每天早上起來啊 可能就會看到家人啊 看到朋友啊 一切都很熟悉 很安定 可是呢 一個人在國外的話 那個感覺就是 我喜歡這種 我一個人 所以我必須要一個人 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必須要獨立起來 我必須要負責任起來 可是在台灣的話 可能就是每一天的話 可能就是 可以回家趁飯 對 之類的 就是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在台灣是後面很多依靠的 可是你在國外 你就會覺得 自己在外面打拼 自己獨立 那種認真的感覺 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很想來韓國生活的原因 好啦 以上呢 就是我的韓國語學堂的分享啦 那你們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會盡量回覆 然後大家也可以幫忙一起回覆 因為可能不同間學校 可能有不同間的規定嘛 不一樣的規定 不一樣的資料等等的 歡迎大家就是互相分享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然後我會把Create Tree的資訊 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 一定要記得點開喔 那以上呢 就是韓國學堂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部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